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新西的动物漫评设计划 我是大P 首先呢依然是来看看最近的各种资讯 近日呢 Mythouse员工因为加班累到昏迷 随后呢被送到医院强救才脱离危险 在得知了此事后啊 日本反黑心企业维权会呢 则是在推特上对Mythouse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不得不说呀 日本动画从业者呢是真的挺苦逼呀 干得多挣得少 字面意义上的玩命啊 但这个现状呢 目前来看呢 好像也是改不了 所以呢 合着咱看翻的时候呢 那就真不是普通动画了 你说这画面里头的红色呢 是人家的纤细 绿色黄色呢 是人家的胆汁 黑色啊 那就是人家消耗掉的头发呀 最近因为美国家长的儿子 因为过度玩PS4呢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而在给儿子买PS4之前呢 这位家长就跟儿子约定过 如果因为玩游戏啊 导致成绩下降呢 就要让他自己亲手毁坏PS4 于是呢 我们就看到了下面这一幕啊 伴随着孩子无力的哭声 我也哭了啊 当这位家长呢 打算用无情的车轮 碾压孩子的精神伴侣的时候 我哭得更大声了 因为在这个镜头里 我们能看到这位家长 少说有三辆车 而且看卖下都不是便宜货的 因为我一辆车都没有 所以我算了 你们呢 可以说此番呢 是表演了一把黑叔叔版的增子杀猪 核心思想呢 就是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求教育 我给了你整个世界 然后又亲手把他毁灭 有道是上脸 小娃娃一心沉迷游戏 成绩两次三番下降 眼看PS4就要五码分石 吓得他六神五主 心里七上八下 思绪抛到九霄云外 疼得十指连心 下脸黑叔叔十分生气儿子 为人九行八业不通 坐上奥迪Q7 图个六根清静 让自己五蕴皆空 汽车四轮三下 鼓入碾了两次机器 是乃一等人才 横批 不要给我呀 最近呢 这个日本的年号 也是由平成改为了令和 平成死来呢 也是成为了过去 但是呢 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啊 龚腾心一呢 说过自己要当平成的福尔摩斯 你说这一下该怎么整啊 那还能咋整 吃书呗 最近呢 官方就说了啊 此口号要变成 令和年代的福尔摩斯 七三呢 也早在日本新年号发布之前呢 就发了一张完形天空 年号要变成叉叉了吗 那我就要成为叉叉年代的福尔摩斯 首先呢 这个柯南吧 当了二十来年的小学生 咱先不提啊 但是照这么发展下来 有一句话 我必须得说一下啊 七三呢 你居然敢用前朝的侦探 来断本朝的案子 你好大的官位啊 哼 哎呀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刷阴阳烂屁股的 给我拖出去啊 好啊 这眼看四月新翻呢 也都是播了一两集了啊 相信各位观众呢 也都是多少找了几部 自己感兴趣的作品了 那本周这个没啥影响的问题呢 就出来了 四月翻里 你最喜欢的动画是哪一部呢 理由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人讨论啊 参与节目互动 那接下来呢 就一起进入本期的新翻吐槽环节 好的 又到了本期的新翻吐槽环节啊 目前来看呢 四月翻都播的差不多了啊 总体感觉呢 就是日常校园恋爱类的片子 比网季多是不少 所以废话呢 我就不多逼逼了啊 现在开始 川柳少女啊 讲的是一不善言词的女主 只会用川柳这种格式呢 写纸上跟人对话 但就目前来看呢 这女主呢 不叫不善言词 这就是没张嘴啊 然后呢 男主是一个长着一张犯罪脸 但实际是个有点250的 这么一个社会小青年 基本剧情呢 就是讲的这俩儿吧 就一起在川柳部里呢 用川柳的方式各种发狗粮 说到这呢 就得解释一下这个川柳 到底是个啥 川柳呢 是日本的一种诗歌形式啊 在日语里呢 音节是575发音 但是如果翻译成中文呢 以求公正一点呢 就变成了343的排阶 所以呢 你就能在动画中看到这种人呢 各种343的这么互相交流学习 完了呢 我还试着学了一下这种句式啊 发现简直就是信手年来啊 你说像啥 回首掏 走位走位 手里干啊 或者呢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不服啊 还有老铁们 双击点赞666 最后呢 还有一句就是形容你们这群可爱的观众的啊 不点赞也不收藏 就白票 我们无法一起学习啊 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后宫动画 漫画呢 我略微看过一部分 有所有后宫动画的特性啊 炒股和老狗 而且不得不说啊 本动画跟上个季度的五等分 简直就像是一副工整的对联一般啊 我叫上山风太郎 是五等分里的男主角 我叫唯我成性 是学不来里的男主角 我家境平寒 穷得叮当响 我一贫如洗 都比脸干净啊 我为了某些原因 必须得当一群学渣的家教 我因为某些原因 必须也得当一群学渣 单科满分 其他挂蛋应该算是学渣吧 的家教 但是这几个学渣呢 个个是美女啊 我这边长得也都不差啊 我是个单亲家庭 巧了 我也是单亲家庭 我有一个胸控老妹 嘿 我也有个胸控老妹啊 我教的这几位 现在都对我很有意思 那我这边基本也是全拿下了 就剩层窗户纸了 我这边知性傲娇 元气三无 小恶魔一应俱全 那我这头腹黑欲绝 软面黑皮 童言俱主是个个不辣 兄台 哥们 咱赶紧烧黄纸做兄弟啊 鬼灭之人 不得不说啊 作为战路新台主之一 的确是名故虚传 剧情呢 讲的是主角一家 某一天飞来横货 被鬼给杀了全家 而男主呢 则是因为当天出门卖炭 逃过一劫 回家后啊 突遭变故 直接懵逼 一家人呢 只剩了变成鬼的妹妹 于是呢 为了让妹妹变回人类 主角呢 便成为了猎鬼人 开始踏上旅程 总体来说啊 这个剧情呢 很是套路 但是是那种 很容易掉血人胃口的套路 作为第一集来说啊 观感非常不错 飞碟车操刀的画面呢 也是没得说啊 开上呢 是属于那种标准热血慢 苦大仇神主角的成长之路 值得一看呢 一个人圈圈的小日子啊 本季度的百合卖萌动画 女主呢 是个小日 是 呃 是小 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刚小生出的日本初中生啊 性格孤僻 十分自闭 有严重的社会交流障碍 小学时候呢 就只有一个好伙伴 完了这个好伙伴呢 为了让他摆脱自闭 就跟他约了个定 就说呢 在女主上了中学 跟全班所有同学 都交上朋友之前呢 老娘要跟你绝交 说实在的啊 如果这事发生的现实啊 那估计人家就没啥别的意思啊 就想跟你绝交啊 怎么可能跟一个班的人 都处上朋友呢 你要不是人民币啊 是个人就得意 但是在动画里呢 尤其是一部卖萌动画里呢 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啊 没啥好说的啊 是猛男就看一百遍 水果篮子啊 这个片子呢 可以说是勾起了 本人的童年回忆啊 想当初啊 还是个小学生的我呢 是年少青黄啊 有一天呢 无意间就翻电视台 就翻到了这部动画 大家都知道嘛 小学生成天脑子里 想的啥谁也猜不透 当时呢 也不知道怎么的啊 我的注意力呢 就全让标题的 后两个字给吸引了 南方的朋友们呢 可能一脸懵逼啊 但北方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啊 这后两个字呢 就是那种 这三话不可以乱讲哦 这么个意思的词汇啊 所以呢 我就抱着一种 猎奇的心态看了下去 结果呢 全集都看完了 也没看着我想看的 属实是童年一大 傻逼事啊 作为当年的重制版呢 最近看了第一集啊 剧情上可以说是 基本原封没动 故事呢 讲的是母亲去世的 苦命女主本田透 在机缘巧克下 搬进了同班的草莫甲 然后呢 发现了这一家 跟十二生肖的重大秘密 随即展开的恋爱故事 算是当初比较出名的 恋爱题材动画了啊 整体剧情呢 挺不错的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一看啊 青将不能学习啊 标准一名前途呢 应该还得加上 淫乱两个字 鉴于呢 加上这两个字呢 麻烦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呢 还是去了为好 故事呢 讲的是女主青将 因为有个绝代淫魔 血黄疏的爹呀 所以在小的时候呢 在班里念名字的时候呢 因为某种原因呢 给他留下了 极大的心理阴影 就患上了恐难症 觉得男人呢 全是下半身动物啊 脑子里呢 全是造人的那点事 首先呢 关于这一点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啊 什么叫男人 全是下半身动物 这可就一棒都给打死了啊 撑死呢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七八嘛 对吧 总之呢 女主就十分讨厌男人嘛 然而呢 有一天 他的那个不着调的爹呢 就给他搅了一汤浑水 让他呢 跟一般里的表面线通呢 就好上了 因为呢 女主呢 从小就在他爹的熏陶下呀 那是基本就是 该懂的都懂了 所以呢 就开始各种脑补 属于自我攻略的那种类型 不过话说过来啊 女主他爹 这个人设设计的 就是说实话 还真是抽象的一逼啊 你要不说吧 往那一放 我都以为上超市 俩刚梦玩玩机里 抓出来的便宜玩呀 就这么点小哥在家里 窜了窜去 也不怕你闺女 哪天没看着 一脚跟踩头又拍一样 给踩死啊 总之呢 本片作为一个喜悦来看呢 还是凑合 挺三死物啊 但是呢 也挺有意思的 估计太高雅的观众呢 应该是看不下去啊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后期校园 本期的推荐环节 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 这是一款3D肉鸽类的动作游戏 想了解肉鸽的观众 可以回顾 一文路翻完啊 今天的这款游戏 叫雨中冒险啊 操作简单一上手 角色技能类似守望先锋 地图上会散布着各种 瓶瓶罐罐无人机 开箱收集 一直开箱一直爽 游戏难度会随着时间的累积 越来越变态 不论是喜欢刷刷刷 还是喜欢观察挑战的 都能在游戏中 找到自己的乐趣 这个游戏呢 它是支持自然联机的 当你顺利集齐三个小伙伴 那么恭喜你免费 获得一款全新的游戏 科比模拟器 所以赶紧去联机吧 好啊 现在呢 是大家最期待的提问环节啊 首先呢 是这位叫BPKL的观众问啊 这个大皮 我对象说 为啥总是我没有大意吗 为什么不是男人有 这个怎么回答他 这个你让他多喝点热水就行了啊 随后呢 你对象就会说你直男啊 只会拿喝热水敷衍的 从人呢 熟了你一点都不关心的 然后呢 再说你是不是不爱他了 如果你马上说爱 他就说 你回答的这么快 一定是敷衍的 如果你迟疑了一下说爱 他就说 这你还要想啊 那你肯定是不爱他了 还是在敷衍的 最后呢 二人有死发生口角 再演变成愤然分手 这样呢 以后就没人再敢问 再问你这个问题了啊 然后呢 是这个叫57BER的观众提问啊 大皮的大 大皮是大的包袱皮的意思吗 简称 这个我跟你说啊 说实话 我第一眼看你问的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漏看了个字啊 给我吓一跳 我行呢 这是来砸场的啊 至于这个ID呢 其实没啥含义啊 就是顺嘴瞎起的 最后呢 是这个约书亚将的观众问 我现在在实习中 但是我的实习单位 没有办法准证 现在要毕业了 我是应该拿到了毕业证 再去找工作 还是现在就去找工作呀 感觉心里没有底 怎么办呢 这俩嘛 这其实说白了吧 真没啥区别 这毕业证呢 早晚都得给你发 你工作吧 早找晚找还得找 所以说呢 放宽心啊 你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即将步入社会 完全面临就是 面临完全独立的 这个交道期嘛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推荐呢 你没事听听音乐 这个放松一下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听点 舒缓的音乐 伴随着柔和的旋律入睡 这里呢 我给你推荐一首 这个金达莱花 坟头泵迪版啊 我每天呢 就是听着这种高雅 又优美的音调 进入梦乡的 好的啊 那这个今天的平等槽呢 就到这了啊 也欢迎大伙呀 多多评论私信 你们想问的问题 参与节目互动 那接着呢 就在这首坟头泵迪版的 金达莱花中 结束这期节目 咱们下次再见 Yes by bwd6